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就是 泡芙 其实泡芙 你听到好像有没有搞错 哪有可能在家做到 其实不是的 材料又简单 只要你掌握到正确的方法 任何人在家都可以做到泡芙 今天就试一下自己做的DIY泡芙 材料非常之简单 就是没有盐的牛油 低筋面粉 鸡蛋 这个是少少的盐 水 和最后浸在里面的忌廉 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用一个小小的煲 就像平时煮即食面的煲 已经可以了 首先 把水 和牛油 放在一起 把水和牛油一起煮熟 当然不用太大火 因为太大火 水很快就蒸发了 因为其实很少水 这里只有85ml的水 所以很快就会蒸发了 所以千万不要太大火 牛油和水 滚了之后 就可以把面粉直接倒入锅 煮熟了 这个时候煮着 一直搅拌 最后你会搅到 那些面粉变成了一个波波 一路将它搅拌 然后乘机 我们将那些少许的盐 其实就是8分1茶匙 的那么多 就放进去 基本上 泡芙的壳子 不会吃到很多 咸味 一路搅拌 其实这个搅拌 煮着它 用一个很慢很慢的火 煮着它 你要让它千万不要黏底 现在这个搅拌的过程 和煮的过程 面粉一路搅拌 它是会起筋的 那现在呢 就要煮到它的筋 全部都断了 分开了 因为泡芙是不需要起筋的 那如果你中间看到 里面有任何 有些面粉粒 粒 黏在一起 你就要压开它 好 煮到这样一刻 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 那个面团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波波 它也都不黏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放生鸡蛋下去了 那生鸡蛋两只 我们首先呢 要把那些鸡蛋 打均匀 而同时间呢 我们要把那些生鸡蛋 分很多很多次 这样倒下去 但是譬如现在 那个煲这么热呢 一倒下去 生鸡蛋就会熟了 那有个小小的方法呢 就是放一条濕毛巾 然后呢 煎一煎这个煲 令到它的温度 降低一点 那顺手呢 我们就把那些鸡蛋 打均匀它了 接着呢 我们就逐少逐少地下下去 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这样发它 左右左右这样发 刚才呢 是一个波波来的嘛 慢慢加鸡蛋 加鸡蛋了 最后呢 现在又变成一个 这样的 液 液泰少少 这样的 团状物体了 如果呢 有时鸡蛋又大又小 所以呢 你看到 加完两只蛋下去呢 它都是 整个面粉波波的 这样呢 那你就逐一点 逐一点 加多一点 这样的鸡蛋下去 那总之之 最后变成这个 这个材料呢 那就对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进去摘袋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摘了 把里面大的气泡都摘出来 我们把它摘一摘 把里面大的气泡都摘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摘一摘 把里面大的气泡都摘出来 然后再加一点点水 因为它呢 让它呢 进入炉的时候呢 不要马上爆开 那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预热了 烤炉做200度 啦 一开始用200度 然后呢 焗了10分钟之后呢 降温降到它180度 然后焗多10分钟 然后呢 就可以关火 再咬多它10分钟 然后呢 就会变成 这样的样子 然后呢 那些泡芙 预备好之后呢 我们在它放冬 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预备一些 whipping cream 了 将这些忌廉呢 倒入一个金属碗里面 其实呢 忌廉呢 为什么有时发也发不起呢 就是因为它的温度不够冷 所以 所以 我们真的要在最后一刻 才在冰箱里拿它出来 那就好一点了 如果你喜欢吃 那个忌廉甜甜的 那就可以加糖 少少啦 我都喜欢它甜甜的 但是你完全不加糖 也可以 那你就反而呢 可以在最后的泡芙上面 加糖霜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甚至可以加少少 这个韻尼娜的香油 那就一小盖 那就令到它有些韻尼娜的香味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是加任何的味道 进去忌廉里 比如说 咖啡味啊 朱古力味啊 也都可以的 那些泡芙呢 已经做好了 接着呢 你听到它里面是空心的 接着呢 嗯 它摊凍了 我们呢 就可以在中间那里切开它了 哇 里面是空心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预备好的忌廉 盡情地擠进去了 其实泡芙 你吃得泡芙就不要怕肥了 那忌廉呢 就真的不可以少的 好 然后呢 一会儿 一会儿 就会更多的 一会儿 就会更多的 一会儿 還有最後一個步驟 灑點糖霜在上面 做好了之後 這個泡芙中間有忌廉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夾士多啤梨、藍莓 任何你喜歡的味道 最重要就是 是好吃的 做什麼? 麻辯底熟